今天非常开心 欢迎到施房茶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施明轩来到我们录专访 欢迎董事长 董董主持人你好 观众大家好 是施董你好 首先问一下施董当初怎么会创立这个施房茶社有限公司 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起心动念是什么吗 这部分的话其实我创业这个公司 其实有部分是因为我在20岁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就开设一间 平家的手摇杯品牌 在三重地区生意蛮好的 不是这个施房 不是不是 就当时也是走平家路线 可是后来生意也是很好 但是后来就发生了 人家说的说话记事件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本来新闻报出来的前一天 业绩是很好的 可是新闻报出来之后隔天 业绩就还剩下一半不到 怎么讲 然后之后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其实生意都一直起不太来 当时我当时 重大的事件 对对对 然后当时其实我有发现到 其实手摇杯市场 就经过这个重厨好像消费者信心也是下降许多 发售打击 在我发现这一点的同时 我也惊讶说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原物料商会认为你提供便宜的原物料 然后让店家可以压低价格去贩售 只要只要只要可以便宜卖消费者他们可以说 可以接受让家人还是小孩 父母喝到一些不好的原物料 所以说对我当时其实是还蛮讶异的 因为像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扭曲的道德观 因为怎么讲 其实所有的消费者应该都希望 我们的家人们可以吃的健康喝的健康 对不对 所以说再怎样 你也不会为便宜说我去买黑 那家人喝到黑心的原物料 然后身体不好 所以说怎么讲 怎么讲 所以这次我说要刷金事件发生以后 其实 其实就让就给我一个新的思考的那个角度 我的话就想说那今天如果 那今天如果说有一个手摇杯品牌 没有价格的天花瓣 可是我他所使用的污料 也都是安心的污料 可以让我们的家人喝的健康喝的安心 那这样的品牌会不会有 会不会有有他的市场 有没有机会有他一席之地 然后我有这个想法以后开始 我就开始构思 后来大概三年左右 我就把十方茶色把它给开了出来 第一家支营店了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当初的想法 是那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比较印象深刻 其实 应该怎么讲 其实就是因为 市场上毕竟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破百云的手摇杯品牌 所以说在我们 在在我们创立立价指营店的时候 其实很辛苦 就是在推广期 然后我 我现在都印象都还蛮深刻的 就是 刚 当时刚上门的第一个顾客 他看 你们这个 一杯叫 你们雪珠奶屋一杯一百多块 那这 为什么可以卖那么贵 那在 当然我们 我们都是 我们因为 价格高 我们也都是 服务都很好 也是很精心的跟他说我们的里面 然后商品是怎么样去用心准备 他听完后 他支持我们所以买了一杯 结果 结果他走了以后 我后来有个客人传讯息来就是他 然后大概写了两三百字都是在骂我们 对对对 怎么讲 所以说其实 那上门的第一个客人他给我的感觉是还蛮震撼的 因为怎么讲 我当时就在想 或许推广一个高价手摇品牌 可能没有这么的简单 应该怎么样 其实考验是很多的 怎么讲 国不齐来 其实 其实坦白讲 我们这个品牌 也因为价格高 然后几乎每位上门的客人 我们都必须重复跟他解释 推广 这样子 这样子也是持续好久 怎么讲 才慢慢有一些熟客 开始支持我们 这样子 对对 哇这个 刚开始的打击就是 非常的大 对对 真的真的怎么讲 就是 就是你在那个当下 你会说 你会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第一个客人 就批评了 这么的严重 只是说在那当下 我的话同学跟我的同学们说 这样子没有关系 因为 第一个客人来就给我们这么多的 建议 对对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看 他说的如果是对的 我们就修改去修正 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 也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其实当初这个 这个带给我们很震撼的客人 其实我们至今 我都十分的感谢他 当初那个讯息 怎么讲 而且他又是我们的第一位顾客 真的他带给我们 他带给我们帮助 其实很多 我到现在还是很谢谢他 可见师董这个非常的正念跟乐观 真的真的 因为创业 其实你会遇到的考验真的很多 我怎么讲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 你 你一定要让自己观念是比较正向一点 要不然其实你会 你会很容易 受到打击 考验一来我们可能就信心没有了 然后崩溃就会想要放弃 对 真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念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就想问一下 师董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就是我的经理念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品牌的那个slogan 对 就是让最爱的人和最好的 然后基本上 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个slogan 这部分的话是我们经营的好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有一天 有一天我们就接到顾客的那个 那个订购电话 后来我们就照他的时间 把他订购了30杯饮料送过去给他 送到之后发现 这是我们熟客了 所以当下我就跟他闲聊 说某某先生 那你今天怎么会订那么多杯 然后我们这个客人 他就跟我说 怎么讲 他说因为他要离职了 然后他在这边上班 老板也很照顾他 他跟同事相处也十分的融洽 他希望离职之前 希望可以请同事们喝饮料 希望可以请他们喝好一点的 所以他就想到我们家 怎么讲 所以说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其实那个顾客 没有 他 所以这样子 这顾客他给了 他给了我一个震撼 原来我们吃房茶色在顾客 心目中代表的已经是一种心意了 他已经不单单吃了 你请我喝一杯饮料 而是一个 我已经 在这 在做要离职之前 我希望 可以给你一个最好的 所以说 所以说 后来送完那笔外送完以后 我都要 回到公司 然后我就思考许久 后来我就帮我们 的logo下面 再加了一排slogan 就是让最爱的人喝最好的 从此这也变成我们一个品牌 品牌前进的一个方向 就朝这里面致敬这样子 让最爱的人喝最好的 所以是大家都应该是很喜欢这一句 应该是 对对 真的 最喜欢的人一定是给他最好的东西 对对 真的 后来当我们有这一句 就是这一句十个人出来 其实后来 后来有来一些客人 来买给爸爸妈妈喝 然后他们来买给爸爸妈妈喝 他们都会说 你们最贵的是什么 哇应该两百多 三百多 他们 那我要这个 真的 然后还有男朋友来买给女朋友喝 然后还有男孩子 还没有表白成功 然后就让奶奶来买给我们的饮料 请她心意的女孩子喝 希望女孩子知道她心意 所以说怎么讲 其实像我们也是还蛮开心 在消费的心目中 我们代表的已经是一种心意 所以这也让我们更加的确认 我们这个方向的话是正确的 这样子 对 那接下来就想问这个施董 你们主打的雪珠奶屋 它是怎么样子 为什么会是叫雪珠奶屋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像我们四方茶色做的商品 会叫做雪珠奶屋 这部分是因为我们当初在发想 四方茶色这个品牌 因为它算是市场上 头一个出现的那个 破百元的手摇杯 算是高价的品牌 首位 对对对 那所以说像我当时 再思考一点就是 如果我今天 只是强调说 我是一间破百元的手摇杯 可是我卖的一样是红茶绿茶珍珠奶茶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 其实像我觉得诉求跟定位也都没有很明确 然后怎么讲 甚至说 消费者他会认为 你贩售的就是大街小巷都有的东西 为什么你卖那么贵 所以容易会带消费者那一种想法 所以说所以说我们在 在研发这个品牌的同时 我们在思考主打商品的情况下 我的话当时就思考许久 一来我自己又喜欢喝台湾的乌龙茶 因为我们的台湾乌龙茶真的是好喝 然后他又 他又算是代表台湾的一个精品 这样子 然后其实因为台湾 那个乌龙茶 它几百到几千到几万都有 所以说它是一个身价不菲的台湾茶 怎么讲 对对对 可是房间一般普遍的 奶茶可能都是红茶 比较偏的去制作的 所以说像我当时 当时要决定好 那我就用我喜欢的台湾 给高档乌龙 然后来制作成乌龙奶茶 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奶乌 然后我们 我们把它调配的味道 其实也让它的香气跟浓郁度 是高于一般的饮料店的 然后其实雪珠的部分 我的话就想说 因为大家房间很习惯 珍珠奶茶 黑色的珍珠 就是平价的价格 所以说像我才会反向思考 那如果是这样子 那我就用白色的珍珠 然后像白色的珍珠 它成分的时候比较单纯 可是相对的 它煮起来会比较 它口感会 挑战性比较大 对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熬煮这个白珍珠的同时 我必须想办法用很多天然的材料 去添加熬煮让它入味这样子 所以说它成本费工资高真的是 真的是十分的不容易 然后我们后来研发出来 带有 碳焙香气的白色珍珠 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雪珠 搭配起来就叫做雪珠奶乌 借此跟珍珠奶茶 就做一个反差 然后就借此做一个对比这样子 对对对 应该怎么讲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要是高价定位 然后我们 后来又知道自己的品牌里面是 让最爱的和最好的 所以说我们后来在市场上 只要有比较安心的食材 可以让顾客喝了安心放心 甚至能够代表顾客心意的那些原物料 我都会把它拿来测试说 能不能贴加在我们商品里面 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有那个什么 就发明出一些 很特别的口味 比方说 比方说像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什么 榴莲奶乌 这是用真正的榴莲来制作的 真的 然后每一口都可以喝到 它的果粒 还有它的香气 另外一个的话是那个什么 人参奶乌 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因为 这个我们是添加那个氧气人参 然后一杯添加了两瓶这样子 然后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 其实很多顾客逢年过节 喜欢习惯送 长辈那个那些什么氧气人参营 喜欢身体健康 重要 对对对 这样子 所以我也用这个理念 把它做成一杯饮料 这个也变成后来很多顾客来 买一个长辈盒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必买的商品 这样子 怎么讲其实是的话像我们 像我们其实 还有很多的原物料商品 比方说我们有个叫做天梅乌龙的 这个天梅乌龙也是我们 台湾一个在地的品牌 怎么讲他们是算 他们家传到第三代了 他们始终坚持要用纯天然的古法 去酿造梅子汁 然后让它发挥到最好的味道 然后都没有添加任何的 一些化学色素什么都没有 对真的 所以说怎么样他们东西的确很好 成本也是很高 可是像我觉得它这个我们搭配起来 我觉得 不只好喝 喝得更是安心 这样子 所以说怎么讲 我的话觉得这是 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种效应 怎么讲 所以说我们在推广商品之余 其实我们是更热忠 也支持我们台湾的原物料厂商的品牌 由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 对对对 我想这个茶都是基本上以乌龙茶为基地 然后各个像你刚刚有说像 雪珠奶屋啊或者是榴莲人参等等的都是各个真采实料下去加 下去搭配这样子 对对对对 是是 OK 那这个是非常适合送礼的 我想这个是 非常适合送礼 真的真的怎么讲 像我们的话 就很常看到只要说 因为有很多老板他们会 订购我们家的饮料 靠赏他们的员工 对对 我怎么讲 然后有一些老板他们会出手就是 我要100杯都是最贵的 因为员工是我 他们最重要的资产 是 怎么讲所以说所以所以说今天的话其实 口味口味与否 其实老板的心意 他们的同仁都有感受到 因为当你看到标签上面是一杯 哇怎么老板订了两三百的饮料 对没饮料就这个 真的真的其实 应该怎么其实老板的心意 同仁也都会了解的 感受得到 对真的真的 那再来就想问一下这个诗东的未来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 我们的短中长期的话 应该怎么讲 其实像我的话是跟希望说 私房茶色这个品牌 应该怎么讲 他除了在手滑杯市场 他可以 他可以肩负到说 让顾客喝得更安心的这个理念之外 我怎么讲 像我们的话也是希望说可以服务到 应该怎么讲 就比较 就更多的顾客 对 像我们现在主要是 据点是以 台北为主嘛 然后近期是发展到 祖北这边 其实像我希望再来的 在这样的短期的话 我希望我们在台中还有高雄也都可以展店 然后可以服务到台中还有高雄那边的 那些乡亲顾客们 这样子 我怎么讲 然后 然后先把这个 这个手滑杯精品品牌这个品牌 给他做好 然后持续让顾客们可以喝得安心放心 同时也作为他们心中代表心意之外 怎么讲 然后当然长期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希望说 怎么讲 就结合 我们的品牌 结合很多台湾的 优良的原物料厂商 怎么然后持续 去看 往国外去发展 不管是往国外去开店 还是国外的品牌授权 我觉得有任何机会的话 我们公司都会把握 怎么讲 就要进到 企业该有的社会责任 然后把台湾精品都推到国外去 这样子 他也是一个台湾的代表 对 最后想要问这个施董 如果今天年轻人 他也想要自己开设这个饮料店 那他是刚开始创业 你这样会有什么建议要给他呢 假如说是那个什么年轻人 他要创业的话 我的话会希望说 他可以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事业 因为怎么讲 其实创业的话 他跟结婚其实很像 这个其实真的很同意 有些人他是像你刚刚说热爱这个事业 可是有些人是想赚钱 对 对 怎么讲 所以说 应该怎么讲 今天你的话 今天你开这个事业 因为你如果对他没有爱没有热情 其实你很难 在遇过任何创业 在遇到创业困难的时候 你会很难去坚持 你会很容易很容易就想要放弃 因为 因为你对这个 这家店没有使命感 也没有感情 怎么讲 相对的 可是你如果今天开一间店 你是 你是希望说你可以赚快钱 比方说 透过连锁 还是加某个这些部分 也许短时间可以 你某个策略 或行销成功了 可以让你短时间赚到大笔的钱 应该 可是这个品牌能不能长久 对 其实是很被受市场考验的 因为怎么 毕竟 台湾市场的例子 其实也是很多 怎么讲 有很多品牌也是 昙花一现 对 然后有些甚至你赚到的钱 应该怎么 赚到钱 可是品牌的名声 却没有十分的 没十分的响亮 或者是正面 我的话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创业 没有办法长久 对对 因为创业大家都希望是一个 可以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所以一个 或者是一个好的名声 对 怎么样 这样子的角度才是对的 确实 对 如果说要比较简单 跟年轻人们说 如果你今天要创业 你一定要热爱他 然后要用真心去创业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你才会走到正确的方向 才能让你度过难关 可以成功这样子 是 就像刚刚施董所讲的 就像结婚一样 对对对 所以你要爱你的你的创业 你的事业 你也要去爱他 对对对 真的真的 因为怎么讲 就是 这就有一点说 怎么讲 你要 你要爱你所选 你也要去相信他 怎么讲 然后 然后你用真心去对待他 去经营他 对 把一个事业当作自己的孩子 对 你会想尽办法 要把他经营起来 这样子 我的话觉得这样子创业 其实也才会有 有那个含义 也会有那个故事 确实 然后 为你自己的创业人生 也才会 比较精彩 这样子 是 对对对 我想真的要真心的 去对待你的客户 对对对 然后 这样子 体心冬年是非常的重要 这样你的热情 一直维持住 才可以持续的走下去 这样 对真的真的 对啊怎么讲 像我其实 像我平常 对 会习惯读一些经文嘛 对 像我很 像我十分喜欢有一本 官圣帝君的名胜真经 他里面他有说一段话 对 他说 世上不起之事 全凭一点真心 就这个世界上 不公平啊 不公不义的事情 其实很多 考验很多 然后 可是只要你用你的真心 去对待这些事情 去认真去解决 其实一切都会顺利的 一切都会圆满的 怎么讲 所以说像我相信 只要说 对任何一个创业者 找你的出发点 是 是正确的正派的 认真的想要经营的 找你 你能够用真心 去对待去坚持 最后一定会有成就的 嗯 是 对 那我们今天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施访茶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施明轩先生来到我们罗专访 谢谢施董 谢谢 谢谢 谢谢